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掌声欢迎小菩萨们为我们带来的儿童剧场 从筹备这个儿童剧场 就是六月份我们开始选角色 那么参与这个儿童剧场的 包括首语队和演员的144名学生 有五个堆吗 厕所吗 厕所啊 不可以上的这个厕所 所以上台有任何人在彩排啊 就是把他学生拿下来的 后来有小工作的台上挂 我们在台上一点就挂的推手进去 练到真的是很累了 但是孩子不能达到我们耍药那个的 我们会因为这样会对孩子讲话的时候 会很严厉 但是我觉得孩子很想把自己的角色演好 所以这一场门真的是又爱又怕 其实要办一个儿童剧场呢 虽然是说台上可能是几分钟的 可是要考量的事情是非常多 第一个是场地 我们的服装方面 还有背景音乐方面 还有那个Photosport 焦点要塞在水的身上 这个我们也必须考虑的 自宫嘛 我们踏上台的时候 我的脚步都会比较轻快 整个感觉说 我们终于所付出的也很值得 从大大小小的细节 每个人都很用心去做 去完成 希望说 我们还可以把上人的法 这样子传播下去 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 你还没有 你这一步的投资者 因为不能这样 我们地府也好 小菩萨 狮子 还有我们的家长 非常非常地帮 他们愿意把孩子送来 整个学校 成就了我们今年的儿童剧场 当大家的凝聚力 核心力 全部在一起的时候 发挥的力量 真的是很大很大 中文童剧场 中文童剧场 务仍可以 进行吗 中文童剧场